到部分B了 如果現在我們會有一個mule叫做18.7 留意題目已經說明mule是18.7的話 我們剛剛的部分A1計算了這個計算 就可以不用理它了 我們就說如果現在我們有一個sample 就25個人 然後就記錄了他們的BMI 問我們它的min要小過17.8的probit是多少 也不難 我們就會有個p 我們那個min 就是x bar 就要小過這個17.8 就是說 我們那個sat score 就要小過這個17.8 17.8 減回今天的mule 就是18.7 除回sd sd是4.5 但留意今天我們由於拿了一個25個sample 所以我們在計算sd的時候 就要把這25個 都要考慮 所以就要除回我們的開方25 所以就這樣按下 我們會計算到 這裡扭到p 這裡還傻了 這樣 所以就這樣按下 這個數 就會是17.8 減18.7 然後就除回 括弧4.5 除開方25 那算到就是-1 就是我們的sat value 要小過-1 那我們可以計算 看看那個table 1 就在這裡 1就在這裡 所以它的1.00就會是3413 但是留意今天來說 那個3413 如果在這裡 這一節 這裡會是-1 然後這裡是3413 0.3413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是要小過-1 所以我們其實在拿著紅色筆這一節 所以今天我們想要的紅色筆這一節 那就是我們的答案了 那就成功做到part B